皮薄脆 然后软酥 层次多 层次丰富 看起来简简单单的一个油酥饼 做起来也是有假酒的 干货却拿走 肯定就赚钱 大家好 我是评论王老师 今天就给大家讲一讲 做油酥饼的这些小窍门 两斤高筋面粉 分三分之一出来 取两百克开水 先烫一烫 另外三分之二的面粉 加五克盐 用四百克凉水 和成面团 这种面 属于烫面和死面的结合 烫面是饼子凉了也不硬 软和度高 死面 延展性好 能拉薄 层次也就丰富了 两种性质的面 结合一起揉成面团 成团后揉光 搓开 搓成这样的长条 刷上油 出剂子 60克一个大小 要均匀 一个剂子就是一个油酥饼 然后搓成粗细均匀这样的条 这个手法和我们做陕西扯面 拉桥子手法基本是一致一样的 摆整齐后刷上油 法子互相粘脸 然后保鲜膜封闭 15分钟 把它的延展性提出来 油酥饼够不够酥 层次够不够丰富 一看后面的比例 接下来就看手法了 取一个醒动的面筋子 用手压开 上杆杖 杆开 坠住一头 往外接近拉一下 拉开 上杆油酥 一头开始卷起 拉一拉 卷一卷 然后再拉一拉 再卷一卷 如此反复 拉一拉卷一卷 把面片拉薄再卷 这样层次就更丰富了 你看面的延展性 韧性层次感都很好 最后收口 把面这头压到饼底来 用手传一传 传紧 传成一个饼坯 摔一下 一个饼坯就做好了 简队的黑芝麻 用手压开压圆 上锅开始煎 断动锅底 防止粘连 拉下烧盖 开始煎制 煎米称 下火180 上火120 煎到井面金黄后 翻个 再拉下烧盖 继续煎 火不要大 火大了 就是硬 就不是酥辣 煎到两面金黄 熟透后 出锅 这样 我们的油酥饼 就制作完成 你看饼子 颜色金黄 皮薄薄的 才够酥 够脆 手一捏 你看一看这个软和度 轻轻 酥和脆 再看一看里面的层次 特别丰富 软软的 吃着特别壮口 这样的油酥饼 不管是家菜吃 旧菜吃 完美 今天的油酥饼教学 就到这里 关注我们 学习更多小吃开店的技术 我们下节课见 大家好 有一个好消息 要通知大家 我们正在YouTube上 推出一个 全新的会员专享 视频业务 叫做品诺 餐创 勇课堂 在这里 您将学到 更为专业的 详定的 餐饮小吃技术 会员专享视频 全都是以开店 为出发点 所有食材 都是精确到课的 操作流程 清晰 准确 包含 设备采购 和开店指导 这些都是我们 培训了上万名学员 总结出来的精华 因为我们之前 发布的视频 都是偏 家常 偏基础的做法 如果大家 想学习更专业 更系统的 餐饮小吃技术 欢迎大家 订阅我们的会员 专享视频 每周 更新一期 最后 感谢大家 一直以来 对我们的关注 Thank you